68岁老人被养女丢进竹棚 当得知养父拆迁货赔176万 又一纸诉状将其告上法庭 法院门口老人坐在台阶上无助流泪 让他受伤的不是别人 而是被他养育了40年的养女 老人名叫黄天贵 单身了大半辈子村里人人皆知 30多年前 黄天贵的母亲担心儿子老了没人照顾 便在机缘巧合下收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婴 给他取名黄建穷 自从这孩子来到家里 黄天贵就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他身上 生活在苦 他自己总能凑合 对于养女的需求 他总是尽力满足 生怕他受一点委屈 然而随着黄建穷一天天长大 他对家中的贫困渐渐感到不满 和黄天贵的关系也越来越冷淡 最后竟彻底断了联系 自他成年后 便再也没有回乡看望过 这个辛苦将他养大的父亲 当黄天贵的老母亲去世时 老人多次拨打养女的电话 哀求他能回来送老人最后一程 但黄建穷的回应只有冰冷的拒绝 直到葬礼举行完毕 黄建穷始终没有出现 那一刻黄天贵心如刀割 彻底放弃了再去联系他的念头 命运弄人 两年后黄天贵居住的老宅 被列入拆迁范围 可没想到这个消息传到养女耳朵里后 立刻就赶回来了 他见到黄天贵的第一句话不是问候 而是直接开口索要拆迁款 黄天贵对于养女早已心灰意冷 因此果断拒绝了他 谁知女儿竟一直诉状将其告上法庭 养了女儿几十年 如今却被反咬一口 这让黄天贵感到心如刀割 然而黄建穷却认为自己也满腹委屈 他又不帮我当他自己的女子 他纷飞财产 居然就没用过吗 他说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员 他有权知道老家拆迁的事情 要不是无意中听说 他可能还被蒙在鼓里 他承认这些年虽然因为在外打工与养父断了联系 但他心里一直感激养父多年的养育之恩 如今黄建穷在城里生活已经安定下来 原本打算以后回报养父的 却没想到养父的态度如此冷漠 他认为这一切的源头 是那些基于拆迁款的书本们在背后挑唆 他们不怀好意故意离间他和养父的关系 黄建穷说 他多次邀请养父到城里生活 想让他晚年过得舒服一些 可黄天贵却坚持要把拆迁款分给亲戚 无奈之下 他觉得只能通过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不让这笔钱被他人侵占 黄天贵走进法院的那一刻 心里无味杂陈 满是说不出的痛苦与不解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亲手抚养长大的女儿 竟然为了钱把他告上了法庭 这个曾经满怀希望看着长大的孩子 如今却成了他的敌人 而在黄建穷看来 他的做法并不是无理取闹 得知老家即将拆迁的消息后 他去咨询了相关法律部门 了解到自己在法律上 确实有权利获得一部分拆迁款 拆迁协议上清楚地写着他的名字 这意味着他依法有份 这种合法权益成了他状告父亲的理由 为了缝合这对妇女之间的裂痕 法院努力调解双方 在调解现场 黄建穷泪流满面 承认自己过去的行为有失妥当 我承认我自己做的 这件事做的确实不到位 不好 我想令人臭 爸爸说真的我真的对不起 并向养父承诺今后一定会更加孝敬他 不再让他受任何委屈 看着养女真诚地悔过 老人也终于忍不住泪水 选择了原谅 他决定分给黄建穷50万元 希望这笔钱能换来他们妇女关系的修复 黄建穷当场表示接受 并发誓以后会真正改过自新 好好照顾年迈的养父 再也不让他感到寒心 那么你认为养父应该给女儿分拆迁款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再说